台中教育大學 開設了原住民族流行音樂學程 上課學生相當踴躍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 然後會想要了解 其他族的文化跟音樂 想要把自己原住民的音樂 再更往外推一點 讓更多人知道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有唱過 就是某一些古調 然後特別有感覺 台灣有著相當豐富的族群文化 因此流行音樂的發展也相當多元 不過因著文化及語言的隔阂 讓一般人不容易去了解 原住民的流行音樂 因此宗教大在這門課程中 請來王宏恩 雜老八十八里 班奈苦水以及高德雅等 四位創作型歌手來擔任講師 希望藉由他們的分享 讓學生對原住民流行音樂 在發展與創作的背景上 有更多的探索 孩子們 我們會發現 他們對於現在的主流音樂 對他們來說也不一定是主流 他們開始去聆聽各式各樣不一樣 他們自己覺得好聽的音樂 於是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 包含邀請原住民歌手來擔任講師 然後還有就是把一些原住民的音樂元素 然後一直到我們原住民運動的興起 當時的一些歌謠 而且產生出來的音樂的一個情感 跟生命是不一樣的 宗教大師目前中部地區 唯一設有流行音樂跨領域學成 培養流行音樂人才的高等教育學校 今年則在圓民會的專案補助下 並與角頭音樂合作 開設原住民族流行音樂學成 希望學生未來在流行音樂的產業上 有更多的創新元素 原始新聞NO台中市財房報導